這個邏輯就是我在home裡面如果要計算點兩下 然後呢判斷如果有沒有我以d1當成計算 這個我想前面講蠻多的 然後呢點and有沒有 其實這個我前面有示範過點d嘛 然後and空白線前刮弧 然後方向決定是down空白線後刮弧 點一下打一個r它會跳出rope 就是說利用這樣的方式 如果這個若取得的是1048576 就是我們的版本是2007以後的話 rand怎麼樣呢 就是r等於2好了 所以假設我比較變數 2的話就是我將來就直接在第二列寫資料 表示現在只有沒有資料 所以我就直接在第二列 因為第一列是標題嘛 然後呢反之的話就是r等於什麼呢 我現在的rope 然後再加1 加1寫到加1的位置去 那再來就是寫到d欄 所以d欄的r的位置 r就列嘛 用sales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sales的dr列 d欄的d欄fgh 這個五欄的資料 分別放什麼 分別放借款金額 其實就是上面的資料有沒有 然後借款的年利率 再來就是借款年限 每月償還金額跟利息償還金額 其實就是利用上面的變數 把資料塞進去 就完成這一集了 OK 那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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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